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4号星期日 接着打网友吧 网友还挺有意思 有个网友他说 说死东哥非常惊喜的发现 您有这个问答环节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我们想在美国生孩子 但是希望孩子也受到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育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如果能在下期问答节目回答一下 感激不尽 我跟我老婆也在考虑生孩子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有的小孩的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有的就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在教小孩中文 但是那付出了非常巨大的时间 精力和心血 我对这个东西来讲 说实话我总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通常是这样 当父母他生活他比较满意了 他觉得他的情况比较好了 比较稳定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空间了之后 那么他的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就投入到孩子当中去了 但是我的情况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对现状非常的不满意 很焦虑 而且我总觉得我好像对吧 就是说如果这样做 简直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所以小孩就由他去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精力去管他 我现在生不生都不好说 我老婆们俩现在商量还生不生 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孩子的事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当然有一点是很肯定的 就是说有两种语言的人 我觉得相当量好像就是说聪明一些 你看在中国也是能够 你看凡是那些能够说两种语言的 好像就比只能说普通话的 显得好像聪明一点似的 是吧 然后也更有这种做生意的头脑 而尤其是他说的那种语言如果跟普通话之间 跟国语之间的距离特别远的 就更有做生意的头脑 当然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两种语言 它带来了什么好处 但是的确现在有这种情况在 而且我们在美国 我们华人在美国 很多的时候有两种语言 甚至实际上它不仅是两种语言的问题 两种文化的问题 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区别 因为中美人有很多的区别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去可以去穿插 就是如果你做生意或什么的话 你有很多的这种空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对于小孩来讲 所以保持两种语言 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除非你是什么的 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上学 只要学习一结束了 放了寒冲假 你就给送回中国回去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还行 就是说这样子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容易 然后他的这种语言和文化都会比较地道 你在这儿光只是教语言的话 他实际上不掌握那边的文化 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话 仅仅是那些语言的话 其实是很不够的 我在这儿认识一些ABC 然后其实勉强能讲一些中文 但是完完全全不是那么回事 也发挥不出来 他能讲到那点中文的那种优势来 因为那点中文也不足以给他造成优势 而那种东西他的那点中文都是父母千辛万苦 花了很多钱实际经历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如果愿意去花那些时间和精力的话 我表示尊重和认同 但是我就放弃了 我就躺平了 躺平了 我跟我老婆还说了 我说他们都是玩命的去教小孩说中文 我觉得我生了小孩之后 我会玩命的跟我的小孩学英文 然后我的小孩我就是就放着不管了 他乐意说中文就说 不乐意说 就说英文就说英文 他说英文 我就跟着他走了 他从上小学开始 他如果跟我英文交流 我就跟他英文交流 然后我就陪着他从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再走一遍 我觉得等他大家毕业的时候 我的英文水平可能用很大的提高 别人的父母都要为了孩子的蓬勃发展 和未来再付出努力 我觉得我看我帮不了他 他会帮帮我 是吧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们在这生了小孩 最后的小孩完全不会讲中文 只能讲英文 逼着我的英文也就提高上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 我这人就是太懒 有时候欠缺逼 我在学校里也是 能对付就对付 我这点英文 他就属于怎么说 你说不够 你看干什么我都能对付 去哪儿我能对付过去 对吧 就是 就是 够用 反正去哪儿感觉都够用 但是一够用了之后 就导致我的英文 也就没有什么提高 我就觉得我那小孩 如果光说英文 不能说中文的话 就逗逼我不得不 再一次的去想办法 挤着自己再提高一点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的小孩估计 我现在感觉 因为只要 因为只要你父母一放弃 那小孩基本上就了 你在美国长大小孩 对吧 父母一放弃 那小孩基本上就光英文了 从我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来讲 我觉得他基本上 我估计 我想我都不能给他起个中文名字了 起来也没什么 他也不会念 他也不会写 你知道吗 我也亲家小孩 最后勉强还能写他的名字 你知道吗 然后他这个字基本上就不会写 但是能听能说 因为他父母基本上不讲英文 所以能听能说 但是就不会写 你知道吗 就基本上属于文榜状态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恐怕来文盲都达不到了 所以我对那些凡是还能够坚持在美国培养小孩 讲中文的这些 美国的这些 就中国咱们移民 马来美国这些移民表达了敬意 真的是敬意 因为我看到过太多这种东西了 我知道这太简单 太简单了 基本上效果都不好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这么想的话 就是这位小伙伴我跟你回答 你一定要这么想 一定要想要掌握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话 经常回去 你包括谷爱玲 谷爱玲是怎么 谷爱玲是经常回去的 他妈妈经常在寒暑假的时候 把他送回国内 到国内去上国内的补习班 他为什么小小年纪 他的学业这么强 我跟你说 他在中国上一个暑假的这种数学补习班 回来了之后 他的非洲裔的同学 基本上就得学一年 我不开玩笑 就是说中国小孩回到中国 学三个月的数学 回来了我们非洲裔的兄弟 一年能不能学的 我持怀疑态度 我持怀疑态度 所以就在这 要不你就像谷爱玲那样 经常回 谷爱玲也是他经常回 经常跟他姥姥在一起 他母亲好像是父母离异了 离异了之后 他姥姥好像还在北京 他经常回北京 没事就寒暑假就回北京了 所以他的中英文都非常好 就在这了 就是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就很难 如果你就是仅仅 就是说长期在中国 基本上不等我回去 那肯定不行 一年最少 暑假三个月 寒假一个月 一年在国内待四个月 那就什么 什么都好说了 什么都出来了 要不然的话 光是在美国 就靠你找那补习班 说那三句半 门也没有 你相信我 真的别浪费那功夫 好吧 另外一个小伙伴说 他叫死冻哥 我是一个在日本 不说了 具体不说了 反正非常成功的一个魔术师 好不好 非常成功 因为具体不成功 他这太具体 他这说完之后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魔术师 他说我的问题是 如果中国武统台湾 日本是否会对日本的中国人 采取一些措施 他说我现在是永久的居住 等于相当于日本绿卡 他说你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改成日本国籍 是不是会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我建议你就入籍 冗居的话 他总是会有问题 打仗 我跟你说实际 我原先有一阵 我非常的认为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说 劳共不同台湾 日本会参与进来 但最近来讲 我越来越不这么认为了 老习这人运气太好了 这次统一教这个事 闹到了如此的恶心 真的让人意想不到 安倍刚刚被山上彻野 是吧 还山下彻野 反正就是山什么彻野 给打死的时候 我们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安倍家族 以至于自民党跟统一教之间 牵连这么大 后面统一教的丑闻 越来越大 而且牵连的议员这么多 而且还把安倍整个家族的问题 都牵扯进来 现在以至于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对自民党当成一种损失 我们原先认为 安倍的这种遇刺 应该对自民党 应该有一个帮助才对 现在看来不是帮助了 而是把自民党多年的这些丑闻 都揭露出来了 你知道吧 所以对自民党伤害比较大 而且安倍不在了之后 现在看起来 岸田比较的 就是说温和 没有安倍那么右翼 那么的凶 没有那么的坚强 现在看起来 如果我跟你说 如果安倍 麻将太郎这些人都在的话 我觉得是一种态度的 安倍的态度是非常让心的 麻将太郎也是如此的 但是岸田现在给人感觉的 就是说好像有点 里外受敌 他现在国内自己都成问题 他现在要给安倍搞国葬 我看对他的影响都是非常有巨大 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反感 尤其统计教现在越演越烈之后 让大家开始对此 就是说更加的这种厌恶 所以我就说习近平这个人真的特别奇怪 很多事看起来是对他不利 本来安倍遇刺这个事对他是不利的 最后莫名其妙 现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我现在越来越认为 就是说日本后面还会修宪 就是说增加军事投入 搞他的这种 搞军事化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就是说 以保卫台湾为借口 以对抗中国为借口 但是等真正打仗的时候 未必真动手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先以死为理 我先买着武器 我先提高我的军事水平 至于打不打 咱们再说 我现在看越来越够呛 日本现在情况越来越够呛 美国也完 尤其是美国出的什么 说的他军演 一说一半的军舰 一半的战斗机 都要在跟老共这一次对月当中损失掉 两个航母舰动群可能会被全歼 在日本的美国的这种军事基地 可能也是被全去 你说美国的这军演 突然之后 你看完之后 你就甭算了 很多人还在算 这怎么打 还算个屁 对不对 看了这件 那是不打了 美国那意思就我不打了 你懂不懂 你看了这个之后 老美什么意思 老美意思 我就不打了 你搞成这样 我打个屁 对不对 不可能为了台湾打成这个样子 损失太惨重了 对不对 所以 我现在越来越新凉 我看很有可能美国意思意思 强烈谴责 然后日本搞个什么经济制裁 也就这样了 但是我建议你 还是要加日本国籍 对你来讲 会有更多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说 你宣订决心 就在日本发展了 对不对 你要是回来 过两天你回国 那你加入日本国 你干什么 对不对 你要是长期在日本发展了 赶快加入国籍多拉 别费劲 好吧 立即搜搜的 好 另外一个 他说 斯敦哥你好 我就是在经历成都疫情的小伙伴 刚刚听了你谈的 有可能要全面躺平 你能否出去节目 说大陆的小伙伴需要注意什么 我很担心家里的父母出现意外 我能不能现在就开始了囤粮食 囤口罩 暂时放弃城市的生活工作和家人回几十公里外的老家 的乡村去躺平 这个不太好 为什么 你看 当国外都在搞集体免疫的时候 都在躺平的时候 中国不躺平 你要给我脱成这样的 怎么办 对不对 没有办法 如果当别人都在搞集体免疫的时候 你就不搞 你要躲起来 你不再能躲得过 而且给你自己的生活 工作 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你说你把你城市里的这些生活工作都放弃了 你回了你的乡村 躲了半天 最后 你可能还是感染了 你说怎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躲得过吗 对不对 中国老认为自己能躲得过 最后躲得过了吗 不也没躲过吗 对不对 天天中国这防疫 到了一个什么泄似底底的地步 但是你看这疫情摁得住吗 这次的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 这次的情况 积极打疫苗 锻炼好身体 然后容易面对 该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让疫情去耽误你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不管是对于一个个人也好 对于一个国家也好 多人要必须要与病毒共存亡了 有些事情就是说只能就是说随遇而安了 你明白吗 就是如果你总是担心 我坐地铁 我可能会撞死 坐飞机可能掉下来 飞机地铁都不做 你的日常生活怎么办 对不对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坐飞机掉下来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坐地铁被淹死 有可能 但是你该坐飞机 还得坐飞机 该坐地铁 还得坐地铁 该干什么 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不要让这种恐慌的情绪 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好吧 另外一个 斯东哥 你好 请问一下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说佩洛西访台期间 美国进行了激烈的电子战 并且几乎所有大陆的电子战设备 无法正常工作 你如何看待这一份新闻 我觉得有一定的可信度 他说 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晚采取不利措施的原因 但如果这是真的 那近期应该就不会无统 因为美国一旦电子战干扰了所有的电子设备的话 那无统成功就很难 想知道您的看法 谢谢 我觉得如果美方就是说真的对他的电子战这么有把握的话 南非佩洛西不用绕那么大一圈 那么直接过来就完了 对不对 说句实在的 假如当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 中美那是闹得也很僵 南非佩洛西的飞机 管你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想怎么飞怎么飞 根本就不屌你 对不对 但是现在绕了这么大一条 绕了三分个小时出去 就说明什么 美国也不是特别有信心 然后对于这个消息 真假 我现在持一个开放态度好不好 持一个开放态度 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真的 双方搞到这种激烈的电子战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真的我不认为老共要把南非佩洛西的飞机打下来 有这种想法就是一个胡说八道 老共只不过就是我当时说过就讨价还店 知道吗 比如说你这东西多少钱 你手上多少钱 100块钱 对不对 20卖不卖 拿走 对不对 本来卖5块的 老共就是天天抄了 我给南非佩洛西打下来 然后最后没有打 然后我再搞了一个军演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是了 我失败了 我喊了一个100块钱 最后我20块钱卖了 然后你觉得你讨了个便宜 你看他那军演像是临时决定的 很多人觉得老共本来是想给南非佩洛西打下来的 后来没办法的 电子战失败了 然后突然搞了一军演 环台军演六个区域出动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军演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军演准备了很长时间 根本就不是现在突然准备的 不是说临时抱佛脚准备出来 这个军演想了很久 早就有预案 有策划 有准备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时候搞一个战略的军演 一直没有做决定 南非佩洛西这次来 给了大陆 给了老共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和理由 去搞一个如此大规模的一个 整个把他就是包围了的 这么一个封锁式的一次这个军演 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当然了 我知道我要这么说 你们就说你看帮老共说话 老共本来想打南非佩洛西飞机 没打成之后 最后没办法搞这 我恨不是 我恨老共了 南非佩洛西飞机来之前就想好了 就不打南非佩洛西的飞机 就是要搞这个军演 这本来就是老共原先的想法 知道吗 就是没办法 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 老共本来就想打的 最后是因为失败了 打不了 卧槽 老共要真给南非佩洛西的飞机 打下来 那是什么情况 那什么职业中委就得开杆着 那不干都不行了 那美国国会马上就要授权 总统 总统不对中国宣战的话 国会都不能放过总统 国会中院议长被中共宰了 那国会 对不对 那你总统不宣战 国会就要谈个总统的节奏 你懂不懂 那中美就只能 那就完了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大家就只能就开干了 你懂吧 那中国怎么会疯到了 去哪 中共的目的也不是跟美国开战 中共的目的是好为了武统台湾 对不对 中共的目的还是在台湾 不是南非佩洛西 你懂吧 所以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我对这个持开放态度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它是真假 但是我 我持开放态度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老共原先就是要打 南非佩洛西飞机 没打下来 后来没办法了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老共从头开始 就是吓唬吓唬 从来没有想过 把南非佩洛西飞机打下来 甚至都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他都不敢去试 他怕万一走火了 万一掉下来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在南非来之前 我们不还搞了一个投票吗 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就说 我说老共肯定怂 但是当时我理解错了 知道吗 当时我认为老共这么喊 他真的那么想的 我说他肯定怂 他肯定不敢给他打下来 对不对 但我们都选 我老婆都选了这个选项 对不对 后来我意识到 老共只是这么喊喊 不是我认为他一定怂 是他根本就没这想法 他只是就是说 想卖二十 他先喊一百 他多喊了一块 他在胡锡进说 要打南非来的飞机的时候 老共就已经在准备什么 还台军演了 他只不过往前喊 你仔细琢磨琢磨 老共真的没有那么疯 很多人觉得老共疯了 就一定给他 那么给他拜登飞机打来 不完了吗 对不对 直接吵他妈 美国扔原子弹不完了吗 那么开干就得了吗 对不对 有什么区别呢 你给南非来的飞机打来 跟给拜登飞机打 还有什么区别 跟美国扔原子弹有什么区别 不是痛快点的 那来个痛快的得了 你懂吗 你好好想想这事 好不好 再说另外一个 当时你好 史农哥 我是从19年底 你报疫情开始追的 我今年29岁 快30了 在外工作了7年 攒了点 攒了点钱 想在关岛买房 投资关岛 说关岛的房价一直在涨 我叔叔20年的时候 买了一套900多尺的小30 25万 说现在网上发价 都已经40万了 他说我打听了 关岛的租售笔 说现在买一套 25万左右的小三室 再拿出1万左右 简单的装修一下 可以租到2000美元 2000刀左右 感觉回报率很高 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一点 如果中国打台湾 美国到底敢不敢介入 你之前不过我说 应该不会介入 如果不介入的话 美国在其蒙手面前 就面子尽失了 如果介入 中国会不会轰炸关岛 因为关岛有空军 海军基地 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了 首先来讲 我跟你说 我现在基本认为 美国不会介入 你看睛眼就放着分的意思 那就是为逃跑 做准备了 你知道吗 为不介入 再找借口和理由 你懂不懂 美国基本不介入 但是咱们就退一万步说 就即使美国介入的话 中国会不会打关岛 我认为不会 中国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是要武统台湾 不是要跟美国开战 即使美国介入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有多少部队 介入进来了 就打多少部队 很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两个航母舰选群 或三个航母舰选群进来了 那打他 你只要一距离就打你 然后如果就是说 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参与的话 有可能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断掉 但是中国会尽量干什么 尽量不把战争打到美国本土 就不逼他 就比如说现在 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 我就说俄罗斯现在边境是 形同虚设 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御力量 乌克兰想打就打 可以长驱直入 但是乌克兰基本上即使反攻 也是打什么赫尔松 打自己的乌冬或乌南地区 他不会往俄罗斯那边打 为什么 不是他不能打 没有那能 他扭断能力 而且说实话 他打乌冬 因为俄罗斯现在十万部队 基本上都在乌冬和乌南 他往这打其实更难 往俄罗斯本土打其实更容易 找个软的一个切口 他把切进去了 对不对 但是不那么干 为什么就不愿意去逼一个俄罗斯 因为你那样 你往他本土一打 那就直接就宣战了 俄罗斯不得不给你宣战 全国总统员就开干了 美国也不愿意能够做 所以美国也不让乌克兰 真的去往俄罗斯本土打 美国也不给他任何这种武器 能往俄罗斯本土打 也不给这个允许 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中国如果打台湾的话 主要的这种战争就在台海周边 甚至有可能就到日本的军事机器 到此为止了 不会再往美国本土打 关岛不是在日本 在美国 它是美国的领土 我认为老共 基本上不会往美国的本土 去发展这个战争 就是不逼美国 你明白吗 就是你美国借助的话 我只是在台湾周边 我们搞 就举个例子 当年看完元朝的时候 明白吗 就是打 我们就打在朝鲜 美国即使打到了鸭绿江 它也不会过去 美国也是非常小心 我绝不迈过鸭绿江 因为一过鸭绿江就到中国了 你懂不懂 我不会过去的 我就是打朝鲜半岛 就是让你中国你误会了 但美国当时非常明确 我绝不过去 我只在朝鲜打 我不会到中国土地上去 但都那样中国也不干了 中国都窜出来了 但是中国也不会往美国去打 你懂我意思吗 大家就在这儿 就结束了 所以我认为 就不要说 我首先来讲 我认为美国不会借助 但即使美国借助了 中国也不会往美国本土去打去 不会 那样子 那就太了什么了 而且我认为美国借助了之后 很有可能就是说 你要登陆了之后 我在台海周边给你打 美国也尽量不会向中国本土去登陆去 明白吗 就算是最后美国借助打起来 大家基本上就在这周边 一死到了就完 你知道吗 就像乌克兰打欧罗斯一样 美国不会支持往本土上打 明白了吧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本土应该还算安全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还有你关岛 速度比就真的有点高 相当相当高了 这么高的速度比 这还挺合适的 要不我们也去关岛买房吧 好 下一个 他说斯东哥你好 我是您的忠实观众 已经看了几年您的节目 我觉得您的节目有您独特的观点 也比较喜欢您的节目风格 我要给您反映一个情况 是一个菲律宾马尼拉 他说我在菲律宾已经很多年了 最近马尼拉的绑架案 呈几何集数增加 并且目标受害者基本全是中国人 这边基本无法指望当地的警察 能有什么作为 现在的情况 基本上是人人自危 华人不敢相信华人 有出去和人谈生意 直接就被绑票了 赎金高达几百万人民币 有在路边就能直接被拖进面包车 从此人间蒸发的 也有出去面试找工作都能被绑架的 有下楼取过快递都太点被绑走的 通过这些事情 我真的对中国人极度失望 因为很多都是被所谓的熟人 出卖给了绑架团伙 现在感觉中国人走到哪里 都是当地的规则破坏者 更有甚 最近绑匪已经到达疯狂的地步 因为怕被警察找到 我不知道中国大使馆有没有叫类似的案件反馈 反正目前是不能指导任何人 当地警察判案效率极低 目前无法信任何人 正常生活都被正被严重影响 完全是柬埔寨 缅甸的这种翻版 应该不少在菲律宾华人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了 我给您发私信 主要是希望您能在节目里提醒一下国人 东南亚真的不要来了 除了柬埔寨 缅甸 菲律宾也处处是限定 然后希望您呼吁一下 给官方一线的舆论压力 是不是也该 管管到菲律宾的人都是做什么的 谢谢您 祝您跟嫂子生活幸福 平安健康 这么个情况 大家反正小心 东南亚也不能完全怪华人 你知道吗 你这个地方 你自己搞成这样子之后 还是当地政府的问题 我们以前就听说过 有很多的这种白人非常的不好 到菲律宾 到柬埔寨这些地方 胡搞 胡搞搞很多 以前查到了很多 到那边 霍霍那种非常小的小女孩 你知道吗 桑剑天亮 知道吗 也都是他们在欧美都不敢告 跑到那边去搞 这种事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当地政府的问题 当地政府不作为 你说这些白人在美国 在欧洲 就是遵纪守法 到那边之后 那简直就已经 我的天 都没法用 已经不像人类了 对不对 那怎么回事 那也是环境也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不 当然了 中国政府 你说中国政府怎么办 中国政府把菲律宾接管过来 还得了 把中国国安派过去就行了 但是中国中国也不能那么干 对不对 所以 好吧 也是没办法 反正提醒一下国人 要小心 好不好 不过我相信这样 由于职严搞不好 很多人不敢去了 可能投资也不敢过去 最后肯定会影响 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想当地最后慢慢的 就发现 这种情况之后 当地也会想办法 进行一个严打 早晚会到一个严打 所以对中国小伙伴来说 第一 你要是胆小 就先不要过去 其次 你够横 你说妈要去你往下 我还往下你了 你宰我 我宰了你 知道吗 那 那你就去 去了 但是你相信我 只要赶上对方严打的时候 很可能把你一块棒 懂我意思吧 你想一想 他这么搞下去的话 我相信东南亚很快就要准备严打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 就昨天疫情的 就是大庆的小伙伴 他说 我看到您昨天发的视频了 今天继续核酸检测 也就这机会能下楼六个包 挺感谢核酸检测 要不然出不了门 原本的个人行为 戴着口罩下楼走走 现在群里总有道道绑架的指责 又谁谁谁呢 楼下花楼六包了 这个那个了 很难听 很难听 说的都很难听 真想在群里怒怼回去 一帮傻逼 他说您的粉丝 我也囤了两袋米 还有白面啥的 就是蔬菜水果 真的没办法搞得太多 平时就储备了一周多的 这样风控情况 估计再挺一个月 也没啥问题 那现在大庆的本地最大的核酸基地的实验室 也是抱怨不断 天天24小时轮班做核酸 家也没办法活 家也没办法回 回到家 只要还活着 就去继续做样本检测 大家都累成了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 他说期待 期待一切的回归 常规 我的朋友们 在这样经济下滑 可能就都要被辞退了 刚才有一个朋友 问他公司要赔偿 结果换来的就是愿意哪里告哪里告去 公司账面就只有几万块钱了 根本就没钱 你去告去 我洗干净屁股 等着坐牢子得了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奋斗了几年的 他就这样被辞退了 当然这个个例的 也是疫情影响下的结局 各个公司都很难 也没办法 有些公司虽然有项目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实施 开展不了 那怎么挣这钱 对不对 所以有合同要回款 没办法去现场 所以能挺住的公司 不是太多 大家也没办法 完全看不然 不让出门 你怎么干活 对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我看 大家在坚持坚持 今天我小伙伴 还在我说 他要打算回国 我说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你要是 我说你这样子 如果你是二大之前回去的话 基本上你就要在医院里 过二大了 二大之后会好一点 他说他可能 一年夜分回去 我说夜分的话 明年夜分回去 我说明年夜分的话 可能 我觉得还行 就过去的还好一点 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 所以 当然了 这朋友 他们大连人 大连人朋友 也提到了 大连公交 大连708路 公交车 您可以上网查查 查查这视频 这视频 我看在大陆都能看得到 大陆都在放 708路公交 已经火出圈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视频 也是怎么说 就搞成这样 公交车司机也不容易 就这样他们都上去了 估计不上去也不行 就挤成这样 当时你们 反正可以看看 挺有意思 也是大连疫情 不过据说 大连刚头几天的时候 不太好 后来过了这一两天 大家缓 缓过去之后 现在基本上 还是秩序 紧然 还可以 大庆 我就不知道了 能不能过几天 能不能稍微好一点 但现在看来 目前不太好 对于各个地方政府来讲 我就是有一点小疑问 就是说这疫情两年多了 你们在干什么 是不是 没有点准备吗 之前没有点演练和准备吗 是不是 怎么来了之后 还是手忙脚乱的 乱做一团 是吧 所以 感觉大连这次好像还行 头一两天的时候 稍微差一点 后来还好一点 但大庆 这一次看来闹得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这就看到了地方政府 所以在这里 表扬一下大连的地方政府 然后还要表扬一下 天津的地方政府 天津还可以 李洪中 我没想到 李洪中不光能够拍马屁 拍马屁的时候非常聪明 然后干活的时候也还可以 这人可以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我看这哥们要入常的节奏 我们天津经常出入常的 以前著名的网球明星的情夫 也入常了 是吧 所以反正疫情就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照顾好自己 也是没法对 很多小伙伴都跟我反应 可能说索敦工厂厅里 我买了很多的大米 白面什么都够吃的 粮食有问题 但是蔬菜也不行 料不住 对 没办法 没点榨菜什么的 你说怎么办 再忍忍吧 我觉得二大之后 到明年一月份应该就OK了 反正我个人这么一个观点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